今天的佛甲保障美食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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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我一切 它那个牛肉 它流出来了 哇 这个很有分量 好强哦 可是这个皮蛋 当你融入在这个麻辣汤里面的时候 就那种糖心蛋的感觉 而且是更加浓郁的 佛甲 来 小沙 怎么这么巧 小倩 小心 每次都在这个时间点 遇到你的 人家去上班吗 对啊 我很忙的 就是没有什么时间了 你有时间吗 没有没有 吃早餐很重要啊 也是没有没有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啦 每次叫你吃早餐都有借口的啦 是这样的 嫌弃我啊 对啊 可是你没有借口了 旁边在楼下而已 怎么可能会呢 找我吗 怎么可能有呢 哈哈哈 哈哈哈 这个很简单啊 真的啊 这个不是那什么我们点的 Gaya Butter Toast 对啊 这里面那个 那个是什么 怎么好像鸡蛋一样 对啊 诶 我们不要攻略别人了 不好意思啊老板 那我们在研究 你觉得很厉害的美食 对 我们好像那种香巴佬啊 诶 老板 你叫什么名字啊 啊 我的名字叫Andrew Andrew 老板 比较像那种住家的 对啊 为什么会在这边开了一间这么可爱的小店 对 就是因为可爱 就是特地要在这边比较小的店 然后有一种比较无腻的感觉 亲切 亲切 对对对对对 真的是有这种亲切感觉 因为我刚才看到它的那个咖啡杯上面啊 它那个手大 有点拥抱的感觉 对对对对 真的是这样子吗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有一个一个亲戚 然后那个因地故客来的话要认识一下 然后邻居啊 那种感觉 它这个面包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这个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 所以那个那个鸞肚 它的天位是我们调出来的 它里面夹的那一个感觉好像鸡蛋 而不是鸡蛋 και Lily 那不是鸡蛋 decirathi 好像比较不要的 因为我看到好像有那个Black Pepper 这样子 它是那个我们叫Hurbs Heritage 謝謝你 谢谢你 妈妈这很像明星 李光树有没有 真的真的 还是要射了分身 不可能 谢谢老板 这个要趁热吃耶 这个要趁热吃 因为汤再等下去的话 它就吸干了 你知道吗 对对 不会不容易啦 很快啦 你们吃过泡饭嘛 可是我很喜欢它就是吸得满满的感觉 然后那个米粒就会软软了嘛 这个比较不容易 因为它是珍珠米 它是日本米耶 还没有吃香 闻到的那个香气就是柴鱼的香味 因为它直接就咬到那一片柴鱼片了 很香 整个的汤头非常的鲜甜耶 然后重点是我觉得它这个三文鱼有煎过嘛 刚刚我就可能挖到的时候就有一点脆脆的鱼肉 就可能一起吃 就吃到非常的香耶 对 我也是有吃到一点点那个三文鱼的鲜美味 然后最主要是什么 因为它这个饭 它真的没有这么容易会变太软 它现在吃起来还是可可分明的啊 你就用那个舌头去数啊 没有啦 没有这样过来 来 数一下 倒立 我们现在做泡饭的话 如果那味道太单的话 其实吃起来就没什么味道了嘛 可是这个呢 因为它泡饭嘛 会比较放重一些些 可是你配合一起吃的时候呢 就刚刚好了 没错 它的鱼好好吃喔 然后切一块来就是 外酥 外酥 微微酥的感觉咬下去 就是那种鲜嫩 然后有一定的咸度 就这样子没有太多的调味 很好吃 然后鱼啊 很神奇的喔 鱼你拿去煎过这种的时候 那个外层 那一层真的是很香很香的 对啊 就是那种盐 对 而且那种它撒一点盐在上面 对对对对 那味道 碑韵上变得很好吃 真的好好吃 而且它切的方式是有点长条状 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切吧 可能没有这样容易赏掉吗 这样切 可能 而且吃起来它口感很好 这我喜欢 这个就是炸鸡排 同样的就是有这个日本米 你要吃 直接吃鸡 你要一排就好了 然后如果说你是那种大胃王的话 这一盘一定够你吃的 因为那肉太多了耶 最主要就是如果你是跟家人一起来啊 可以share啊 对不对 它的外皮是带甜的 对 它又不是那种鱼鱼汤那种很坚实的那种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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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它腌制 它腌制的外皮就是有 对对对对 可能是我们的酱油 甜酱油之类的 对 甜酱油这样子的东西 好吃 我觉得它那一层外衣很脆 它那外衣喔 不会觉得说它那种粉很厚厚的感觉喔 你吃得到厚度 对 可是还不是那种厚厚的 对 可是还不是那种粉的 对 不是那种吃起来真的是全部粉的感觉 没有啊 这个是刚刚好就做到那个皮炸 然后这样代替了那个鸡肉本身的那个鸡皮那个厚度 对对对对对 炸到这样子后里面还可以这样汁的喔 你看他们怎样弄的 我每次都很好奇他们是怎么样可以把这个炸鸡这样好吃的 人家就说是鸡家给飞的老板 你说吗 那也是 而且是用心啊去调味出来的那个蒸鸡来的 全部都是蒸鸡 所以吃起来就是 哪个酱香啊 对 香味十足 nice 好吃耶 对 那个我们很期待的 所以这个我就一人一个就好了 嗯 是有让我想到那种鸡肉 那种牛奶成分比较高的那种鸡肉 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太过分了太过分了 我一切喔 它那个 那个牛油全部流出来 因为它的牛油已经慢慢融了 我们讲太多话了 对对对对 你快点拿整个 它流出来了快点 对对对对 我稍微用一点力 你看 你看看 对对对 这个他变得好像甜品一样 真的真的 它是paramel好像那样 它是Caramel的香味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它的那个Gaia 它煮另外自己烹煮的Gaia 就是跟我们平常 你自己茶车吃那种Gaia 有很大的分别 因为这个真的是我们自己煮的 然后就是味道会偏向你讲的那个Caramel的感觉 然后外面烹得非常油亮 看多美 你没有功夫是烹不到这样子 你知道吗 很漂亮对不会有缺陷 没有最主要我突然间想到 有一些朋友不是吃面包很喜欢弄掉皮的 这次你不会想弄掉了吧 不会不会 就算弄掉的话你还要给欧林 才要做罗地公 真的可以沾蛋拿去煎 OK 我们以前有教过大家的你记得吗 不要开玩笑 皮是很好吃的 面包皮 好吃一点甜点 你怎样玩 直接放汤匙吗 直接放我的汤匙 直接放你的嘴匙 这很像那种豆腐布丁 那是糖浆 现在我们每天吃那种豆腐花棒 它这个中间是龙眼 龙眼和那个栗脂 没有耶 它这里也是龙眼的 没有是豆腐啊 没有两个一都是龙眼来的 好吃这个 而且更不腻 这个布丁 它甜味是从水果带出来 不是另外再放很多那种甜 那种加的那种糖浆之类的 对对对对 所以你直接是吃到那种水果的甜 还有那种水果的香 它有那种姜的香味 对耶 是要放这个 对对对对 它有那个薑微的 微微的香味 还有那个辣度在 最主要是它自己本身 那个豆腐布丁是好吃的 就是 平常如果你在吃饱之后 你可能吃一个布丁 你会觉得很满足 它这个比较棉滑一些 它不是那种QQ弹弹的 不是 对对对对 你懂我讲过吗 我知道 没有它其实它有点像 Creme Brulee的那种感觉 就是它那种可以 它不像绿色 我知道你讲什么 你懂我讲过吗 你懂我讲过吗 你现在是很缺大家对你的赞同是吗 没有 我觉得最缺的就是提树 因为这提树呢 要不然你妈一直在嘴巴 你这边 这个留给谁吃啊 我讲了这么多话 你现在在跟我讲 你都搞错了 所以你一定要来到这里 找到这间Rica 来好好品尝你的美食 自己来亲自体验一下 这里带给你的温暖 对啊 我们接下来去的地方 它是写说 还没公开的地点 蛤 未公开的地点 未公开的地点 蛤 未公开的地点 蛤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公关的 才可以进去 蛤 谁来救救我 你这个梗很狠啊 蛤 蛤 真的有人救我啊 那个招牌在这边喔 在这间Rica 未公开的地点 是 是呢 名字来的啦 公关 是 还是不要进来 不要好了 小朋友 大家好 诱语 等一下读不懂什么意思 如果懂的话呢 赶快在我们里面去呢 打个爱情一排上来 来来来来来来 赶快把我们的视频先来出去 对分享 再来分享 给所有朋友知道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呢 厉害了 为何你对那个Machigo 的美食那么喜欢 对啊 那个文化那么喜欢 我喜欢看那个Machigo的电视剧 给你讲 用taco、totitia、nachos 我有两个咖啡开中文食 所以我喜欢吃中文食 所以我们混合美西哥和中文食 因为美西哥的食材是不错的 因为很多咖啡 我喜欢很多秘密 因为我喜欢增加期望 然后让食材进行谈谈 所以前面 前面不喜欢那么多东西 所以是空的 但是第一天太空了 人家认识是KTV 哦,好像真的 我认识有一个鱼 所以我们放写片 给他多一点颜色 那我们不客气了 我们先分了两个 好啊,这个是怎样 这个最重要是羊 我最不懂切东西 你会不会吃的 看不顺眼吗? 没意思啊 我来点比较中文 我来用筷子 你拿筷子来 不是啊,平时我用手的 我准备了 看不准备了 這個煮法不同還是什麼 我覺得它們的品種不同還是什麼 它讓酥味其實不太酥 但是它只怕是那種酥味 如果太酥我會沒什麼接受 但是這個真的有香味 是香的 它那種辣 是香的 它那種辣是吃下去的時候 它會給你一股 然後煮完之後就沒有了 只剩下香味 它是那個berry 對,berry 飛光 灑了那個 對,對 這樣的感覺 很香 是香辣的 一點點辣 但是我已經來了 為什麼它不出現呢 這個就是我們等於說的 哇,這個很有分量 很重 如果是吃午餐的話 真的飽到dinner 飽到dinner 很重 飽到很多,這個是茄子汁 真的有什麼事 滴來滴,花點在地上 真的好像一個混合 剛才我吃的時候 其實我有一個想法 就是好像酒樓 很像酒樓 在酒樓吃那種魚類 就是有時候我們吃過魚 炸酸甜魚的時候 但是這個是阿森魚 但是那個酸味 我會想到 非常非常多的料 就直接沖刺在你的嘴巴 很明顯吧 我覺得這一個 你擺在嘴裡面的時候 你咬一口 都會都掺杂在一起 你知道嗎 就很,哇,Celebration的感覺 有耶,很精彩耶 我意思是說 那個味道的層次 趁它還有一點點硬度 所以趕快吃 它就是有 它就很軟 這樣子夾在東西裡面 你明白嗎 明白 我明白 吃得很好 這個是什麼來的 這個是 Chili Crab 和 Nachos Chili Crab Chili Crab 對,因為我喜歡吃Chili Crab 你是把自己喜歡的東西 和Mexco的東西 它真的很豐富哦 因為它上面放的就是那種 Promato啊,豆腐啊 就是含水量比較高的一些配料 所以你吃的時候 它會很脆 對,對,對 而且其實你在吃到那個 他講的 他最喜歡吃的Chili Crab的時候 熟悉的Chili Crab的味道 真的就在裡面 它沒有在糊弄你 然後最主要就是 因為Chili Crab 你吃到它的肉的時候 你又咬著豆腐 其實它們的那個口感 會混合起來 其實它們的那個口感 那個口感是會 好像有把它Extra Large的感覺 是 那個口感變大了 那個餐在豆腐買Crab的時候 那個是什麼? Fish and Chi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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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ju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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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Mexico很多地方 它有自己的豬排菜 所以Oaxacan有Lamb Dijuana有Fish 哦 所以我們的概念 我喜歡Fish and Chip OK 所以我們做 那個調味是Dijuana Dijuana 那個魚是Dijuana 不是 有嗎? 你不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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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謝謝 這句話 是我們平常跟我們說的 覺得我們嫌棄它 但是真的 就算你沒有點到它的獎 它叫魚 魚扒拔本身 它本身都非常好吃 因為它的外皮 因為它很脆 它撒上那個 辣椒粉 調過味的辣椒粉 就已經化龍點睛 讓整個魚盤 雖然它裡面沒有什麼味道 是吃它的鮮美 可是它的外皮做得很脆 很有入味 我突然間覺得 有個不一樣的地方 什麼? 好像這個調味 這個魚的地方 它有些中式的感覺出來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不是 這個醬其實是你吃什麼都可以加的 但是你喜歡吃辣才這樣 它會很辣的 因為它講說那個辣度 是好像會 Hard Attack這樣 這樣全部玩 Hard Broken Hard Broken SPM是這樣的 就 Hard Broken 這個真的 我們試一下它的辣有多 你堅持啦 你也要試吧 怎麼可能就我是 我不想心碎 獨了不如中了 平時已經很心碎了 它是有點 嗆 它是嗆辣 它是直接直衝鼻腔的那種辣 但是不是去喉嚨 是去鼻腔 這個辣是慢慢來的 很帥 你這個是另外的氣味 嗆上去 可是它的辣呢 是慢慢 可是它不是那種 紫天椒的辣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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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精彩 對啊 今天都給大家看 謝謝到這麼多 墨西哥再加一點 像是Local Fusion這樣子 真的好多謝你啦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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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害怕 太害怕了 好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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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今天的飽造美食真的吃得很開心 真的很飽耶 很飽耶 怎麼了 怎麼會掛我這裡喔 感覺好像整個人軟軟 這樣很舒服這樣 不想睡 真的 想躺在沙發睡覺 真的 坐在沙發吃零食看電視 再加 味道加的感覺喔 真的耶 什麼味道 難道是加的味道 加的味道 難怪啦 不是耶 它應該是叫兩公婆小食店 就是要公公雞跟婆婆雞才可以進去 真的耶 小三 好難啊 可以餓了吧 來來來 阿公我對你進去 好 你也是婆婆啊 謝謝你 哈哈 我覺得進來這家店喔 就有一種莫名的安全感 不知道是因為呢 它可能外面呢 就是有遮音的那些貼紙啊 還是怎麼樣 就讓這邊好像很安靜 噢 而且我覺得這個地方喔 好是因為呢 巴勤容易找 對 巴勤容易找 多餵啊 外面對不對 這個餐館開了多久 五年多了 它是說兩公婆小食館 就真的就是你和你的太太一起經營的嗎 對 就是整間店都是我跟我老婆兩個人操作到玩 四腳踢啦 對 一到jek啦 好 其實每樣東西的調味料都是 怎麼說 只要過分 只要不过分 只要不过分 所以是酱油为主 对 酱油我们都是用好的酱油 好的蚝油 这一刻我们通常 如果这个红沙肉 我们还要分开两次来煮 先把肉煮了之后 然后给它冷却了 然后我旁晚的时间 回来的时候 就炸荷兰薯 把那个萝卜全部过一过油 再放进去 再煮多一轮 我这里的顾客给我的 3-packing是入口即用 如果即化 入口即用 对 好 见到把你酱有诚意的话 我们现在很有诚意 你们先试试 因为这个冷了 因为这个冷了 等下就不好吃了 对 好 谢谢你们 慢慢享受 我发现了 我们今天真的是跟辣很有缘分 在马来西亚 我们的那种中国料理真的真的很多 各种各样 每个人的recipe都不一样 可是这个汤底闻起来那味道呢 就是很有他们自己本家的特色 是闻起来没有这么的呛辣的感觉 OK 而且还是用猪骨汤做base 闻起来是没有呛辣 但喝下去还是有一定的辣度 可是喝下去的感觉还是有那个麻辣 还是蛮够味的 肯定肯定 我刚才就是说 闻起来没有 喝下去就有 很神奇喔 真的真的 我觉得这个蛋呢 真的 它跟我们在吃那种 平时吃那种拉面的时候 不是有吃那种糖心蛋吗 对 它的感觉很像 但是它是皮蛋 所以它更加的creamy 可是这个皮蛋 当你融入在这个麻辣汤里面的时候 完全没有那个皮蛋的那个味道 没有那种新鲜的味道 对 那个新的味道完全没有 只吃到它的那个绵绵绵绵的蛋黄 对啊 就那种糖心蛋的感觉 而且是更加浓郁的 原来它的汤可以把那个味道去掉耶 对对 然后这个面条也厉害了 老板讲 这个不是黄面 不是浅水面 不是什么特别面 它是elvis面 它真的有一点点像那种 我们home cook的那种 spaghetti的感觉 但是你 你在嚼着嚼着 你还是可以吃到一种 面条的香味 我讲真的 那口感还蛮不错的 因为呢 它吃起来条条都是比较爽口的 对 它不会说很容易煮烂 绵烂的感觉 不会糊掉那种面 所以我觉得它的面是 很有特色 对对对 有特色的独特性在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要赶快吃一下 这个红烧肉 他讲要 因为吃红烧肉 我们要把它浸泡在这个汤里面 来 我们先来一个正常版本的 没有浸泡过这个辣汤的 真的很容易切哦 惊喜我 入口即化的那种肉啊 入口即化的那种肉啊 那种脂肪香啊 就会有一种迷人的特色在那边 对 就是你一吃啊 你会被它跟这一起融化 人家那么新年就融化了 真的 就被它说服的感觉 我觉得吃这块肉的时候呢 它瘦肉的部分是嫩 但是我觉得最入口即化的地方 当然就是它的脂肪的部分 而且它脂肪的部分呢 是非常有味道的 是很有味道的 对啊 刚才只想煮了症 隔夜也在煮嘛 所以那个味道非常非常弱味 讲真的它是蛮家製的感觉 而且是很温暖 不会说很死咸很重口味 一看就是那种 哇 这种一定就是那种很罪恶的感觉 你觉得不会耶 你吃下去的时候你就觉得 还好耶 是舒服的 是舒服的 吃下这个 这是他们的这个麻辣鸡 它这麻辣鸡上面撒了蛮多的芝麻耶 没错 这会让我想到什么滋染 自然羊啊自然什么的 口味的那种菜 那看上去它那个鸡肉碎是炒得蛮干生的 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我知道这一点我觉得老板做得非常细心 是因为呢 很多人觉得说如果我要炒麻辣的话 肯定会放很多花椒 可是这个呢 它是放了蛮多的那个花椒 那味道还蛮麻辣的 但是呢它就把那个麻辣的那个 都挑走那个花椒 好像没有存在在里面 你会咬到很多芝麻 你不会咬到里面那个花椒 咬到芝麻 芝麻还多过花椒 咬下去的那个感觉 就跟我想象中的那种菜 你在外面吃的话 很多时候就是要不然就炒酱油啊 炒那种甜的 还什么之类的 可是你要吃炒麻辣 其实还蛮少见到炒麻辣的鸡肉碎 没错 现在这个我要跟你菜情场了 因为有三颗 菜情场 可是我自己人 你现在是不是跟你想要吃什么 所以我对它的那个 那个 菇丸 菇丸啊 你吃菇丸呢 我要吃那个韭菜 可是我就想让你再吃一下菇丸 因为菇丸 那你就切一半咯 对啊 有几难咯 你说饺子就难啊 饺子愈可 我觉得它的这个菇丸 不得了 好 我觉得你可以跟老板买了回去 然后这个很好 这个很好 很好吃它的菇丸 对 很有口感 我跟你讲它的口感啊 有点像 因为很有嚼劲 它有点像那个猪精丸 对有点 比较Q的那种 你会吃到好像不一样的那个感觉 有精度 有精度 它是餐起来 让它更有无感 后腿肉就可以这么Q弹 是是是 像那个香菇 可是它拿捏那个切的那个部分 就可能吃起来会比较有一点肥感 你吃得到那个菇的存在 不是说它搅成很碎碎 你吃到每一口它都有增加的那种滑润度 因为你切得太碎的话呢 它是很难呈现这种口感的 没错 就是它刚刚好切到那个感觉 是你咬下去吃 有东西咬又很Q弹 而且煮在这个猪骨汤里面 这个猪骨汤它够甜 然后够香 嗯 这个饺子好大颗 你看看 你看看 好饱满耶 它的饺子 韭菜够fresh 一咬 然后香味就出来 嗯 你说吃饺子的话 其实大龙小鱼很多人都会放那个沙格 调味做的鲜不鲜明 这个也是一个功夫嘛 我觉得它这个 虽然用的差不多一样的料 但是它做出来的那个口感 真的不一样 你会有惊喜 你会觉得 咦 这么跟我料是一样吗 这个吃起来又不一样的口感呢 所以有时候你知道 未必你是厨师才可以煮出好吃的 只要用心去做的话 对 也可以把普通东西煮成很有成就 没错没错 我们要努力了 知道吗 好啊 我相信有一天我黑暗的料理 也是可以重见光明的 我相信我们的黑暗料理一定能够发扬广大 真的它一定会有光照在它的时候 还没有遇到对的时间吧 遇到对的时间 遇到对的机会的时候 它就是最闪耀的一颗心 那就是说我们 你的时间 你的地点